1 2 3 戴上彩色假发 摆出著名动漫啾啾力 在金融正平渔港的色彩屋前拍下团体照 由金融市长刘昌担任领队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和接下总教练 包含民进党金融市长参选人蔡思英 及13位市议员参选人的金融队首度合体 刘昌说7年多来 他与蔡思英联手推动金融市政 创造了城市蜕变的奇迹 这样的执政成绩必须延续 蔡思英就是他认为最适合接棒的人选 我的信心来自于对金融市民的信心 因为我相信82的施政满意度 代表的是过去8年来 我们呈现给所有金融市民的一个成绩单 这张成绩单呢 我想继续必须要延续下去 那市民的选择是什么 市民的选择最重要就是 基隆真的能够进步跟改变 而且我们相信 基隆市民希望的是基隆要翻身 要翻转 而这一点在过去的8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做到了 既然已经做到 那这样的改变 必须要继续的延续下去 我想这是所有基隆市民 大家不分党派的一个共识 常同时推荐13位党籍市议员参选人 需要让优秀人才进入议会 让基隆更大步咬劲 在座的13位党籍的议员 每一位都能够高票当选 在11月26号 蔡清英当选市长 13席的市议员 全雷党全部都当选 我想对基隆接下来8年的一个市政的翻转跟进步 能够再打上一记强心针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哲强调 只有年年评鉴第一名的立委 能无缝接轨 创下基隆市有史以来最高满意度 第一名市长的市政工作 接下队长一指 蔡清英强调 有信心带领基隆队在年底赢得选举 市议员全雷大 99力他本身表现的是一个冒险进步的精神 而冒险跟进步的精神 在市应以及我们所有的议员候选人身上 都可以表达出来 我们每个议员来自不同的阶层 来自不同的身份 来自不同的背景 我们用我们独特的表达方式 告诉我们的基隆市民说 我们民进党推荐的整个市长 跟议员的团队是最有活力的 继续能够翻转这个基隆 继续能够让基隆来做前进 我基隆我骄傲 我基隆我骄傲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样的合体亮相的 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媒体前的好朋友 以及所有基隆市民 放心 右舱的棒子交给市应 基隆市民不用觉得担心 基隆市民可以放心 市长大胜利 议员全雷达 蔡生英表示 选择在增并与港色财屋前合体亮相 就是证明基隆的改变持续进行中 因此以基隆进行市作为选战主轴 希望率领正式成军的基隆队 一棒接一棒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记者张气腾基隆报导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 接棒基隆延续光荣